由族运文化乐乐团阿美族祈老 向祖林告知即将在此地兴建 透过传统祈福仪式祈求动土顺利 高雄市都会去首座原住民风雨球场 1月28号举行动土仪式 赤资2658万兼具运动跟聚会功能 让族人生活在高雄市更有归属感 预计农历新年后开工 并在今年底竣工 有这个风雨球场非常的高兴 我们北区的地方族人 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所 也可以相对的 这边办我们各个协会的风雨季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高雄市原民会主委阿布斯表示 因配合原住民意象彩绘来建设 凸显高雄拥有16族群的特色 强化居民认同感 工程除保留原有公园绿化之灾 还把现场原有球场地平跟设施拆除 来新建多功能综合球场跟无障碍厕所 亲子厕所以及男女厕所 主体建筑物是地上一层钢骨构造 造型彩交错式屋顶透空式设计 塑造良好通风的运动场域 左南地区的原住民朋友很多 也都住在这里 尤其平山国小也有很多杰出的 我们的小朋友在运动比赛里面 都非常具有天赋 所以我们也选择在我们原住民族 人口比较集中的在我们左南地区 在平山国小这一个运动场 能够改建具有原住民特色的 这个运动公园 区长陈建麦表示 高雄市原民人口都会区就占了七成多 因此都市族人的生活需求 是否更加重视 而位在小港的明马力磊球场 是高雄第一座都会区原住民运动设施 而现在要新建都会区第一座原住民风雨球场 兼具运动跟聚会功能 带给族人跟邻近里面 一个优良且舒适的运动休憩空间 原住新闻 高雄左营采访报道